為出獄的大哥接封卻爆發了衝突 台南一名蔡西男子為了迎接假釋 出獄的大哥找來了20多個人 在監獄外頭擺放鞭炮要慶祝 被獄方阻止竟然就包圍監獄人員 跟圓景爆發了推擠衝突 其中還有小弟對著圓景標罵 行徑非常囂張 監獄前一大群黑衣人 對著圓景不斷叫囂 其中還有小弟對圓景標罵不雅自演 雙方爆發衝突 好幾十人在現場推來推去 場面一度失控 事發在20號下午5點多 台南第二監獄 原來是為了幫賈氏出獄的 林姓男子接封 蔡西男子帶了20幾人大陣仗 在路邊擺放一整排鞭炮要慶祝 不滿被管理員制止 雙方這才爆發衝突 一排鞭炮煙火準備要施放 已經維持到我們機關的安全 而維持到一般的民眾的安全 所以我們才特別請他說起來 衝突就從這邊產生 那還好圓景即時到場 根據了解來接封的蔡姓男子 和林姓男子兩人曾試育有 蔡姓男子今年6月剛起滿出間 特別前來接封 離開時帶領車隊沿途明暗喇叭 還將影片PO上網囂張至極 憲證對知識民眾身份 及犯行深入調查 嚴正執法 監獄前鬧事 現在警方也要逐一 傳喚當事人導案說明 另外也強調 已經涉嫌妨害公務 絕不容許公權力被挑戰 九彤不齊探討報導 因為口角糾紛 丟汽油彈泄憤 新北市汐止區一間民宅 昨晚遭人丟直四枚汽油彈 多輛機車毀損 幸好沒有人受傷 警方在一個小時內抓到嫌犯 他公稱和朋友發生口角糾紛 不滿對方在網路上頻頻嗆瞎 才會到朋友家丟汽油彈泄憤 不過警方懷疑 背後可能涉及到毒品買賣糾紛 黑衣其實拿著玻璃瓶 往民宅方向丟 一個丟完再換一個 沒多久不遠處 就傳來了陣陣火光 原來這些玻璃瓶 都是他自製的汽油彈 有的甚至燒到爆裂 嚇壞了附近主貨 警銷不敢大意出動救援 幸好火事在到場之前 就已經被李鳴撲滅 只有幾輛的機車受損 而警方根據監視器畫面 沒有多久就抓到了 丟汽油彈的嫌犯 鹹犯招待一度沉默不肯配合 而警方又在他的車廂內搜出了其他的 汽油彈跟半程品數量將近17枚 衝突發生在二十號晚間 新北市戲指這門理性嫌犯 工程跟受害的蘇姓男子認識 他不滿日前跟海外友聊天時 蘇姓男子頻頻插嘴 雙方因此埋下了嫌隙 加上兩人之後又在網路互嗆 嫌犯不甘心受辱 才會跑到受害人家裡 丟四枚汽油彈卸憤 真的是單純口角導致嗎 警方懷疑背後恐怕還有毒品糾紛 也在一一調查釐清 也幸好汽油彈沒有傷到無辜的民眾 只有爆炸聲響 讓他們嚇出了一身冷汗 記者成長張士奎新北市報導 持刀在校園旁閒晃把師生都嚇壞了 日前桃園一名男子拿著水果刀 在路上走來走去 由於一旁就是學校嚇壞了不少師生 擔心學生的安全 校方也趕緊報案 圓景巡線到男子的住處 他表示刀子是做資源回收時 拿來割紙箱用的 不曉得會嚇到人 圓景也告誡他不能再有此行為 引野處罰 一名身穿紅衣的男子推著一台推車 在大馬路上走來走去 但仔細瞧瞧他的手上 竟然拿著一把刀子嚇壞附近學生 20號圓景巡線來到他的住處 你上禮拜是不是有剪資源回收去賣對不對 對對對 都是主下 你是隨身都會帶一個小刀 那個是什麼刀 看到警方突然上門 男子也嚇了一跳 然後突然嚇到學生了 不會啦 得知警方為了刀子而來 趕緊帶警察進門 並拿出當時那把刀給原警察看 你是拿來要用紙箱的嗎 對 眼看只是割紙箱用的 圓景鬆了一口氣 並告知他怎樣才不會觸發 不然你下次看本來會更小一點 那種就是隨身可以放在身上 不用拿在手上 日前桃園有一名男子 拿著水果刀在路上閒晃 由於旁邊就是學校 家長和學生都非常擔心 消防立刻報警 原警到場了解後 發現原來刀子是從事資源回收時 拿來割紙相用的 警方將男子依社會秩序 為無法上班 所信只是誤會一場 男子得知自己嚇到人 也感到非常抱歉 承諾之後會把刀子包管好 避免引起不必要的誤會和恐慌 借了林柱強 台灣報道 疑似燒雜物尿貨 新建案工地篡除大火 台中是一處新建中的大樓工地 地下室突然起火燃燒 現場陷入火海 濃煙還一度影響到交通能見度 但怎麼會突然燒起來 有市議員表示 附近居民經常看到 有人在施工的空地燒東西 質疑安全管理有問題 目前建案也已經停工配合調查 新建中的大樓 竄出濃煙烈焰 畫面真的好嚇人 真正黑影還一度影響 一旁道路的能見度 二十號晚間西屯區一處建築工地 陷入火海 好像有什麼爆炸 礙於地下一樓到四樓 都還沒有樓板 消防搶救不容易 最後開啟建地水井 才成功將火勢控制 白天重回現場 還是有陣陣白煙 從火場竄出 所信整形意外沒有人員受傷 根據工地主任表示 起火點在地下五樓 疑似模板燒起來 只是工地怎麼會突然竄出火苗 有市議員表示居然看到 有人在施工現場 燒雜物 質疑工地管理有問題 昨天就是我的朋友 他就看到廢棄物在燒 這附近的很多 說這個在興建的過程裡面 就常常看到他們在燒廢棄物 對此消防局人員 持續在現場進行搶救 火釣科人員也將配合勘查 釐清起火原因 還在那邊燒 現在還有煙 煙上來 目前就是控制殘火處理的情形 目前是否要求建案停工 配合調查 並評估建築物的安全性 建商第一時間也發書面聲明 強調所有損失 將由保險公司理賠 而這一個建商 過去在不同建案發生過火警意外 哪個環節有問題 相關單位也將深入追查 建立說明家明洪建民 台中報道